好亲爱的朋友欢迎加入小鱼健康活力购 我是必须小鱼儿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跟自己作伴 跟自己独处 或者是独处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心慌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习惯有别人来跟我们作伴 有别人来跟我们分享 有别人跟我们沟通 有人陪伴这件事情觉得很好 但是呢其实一个人要训练 如何独处不心慌 那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呢 就是有出了这本好书跟自己作伴 这本书的作者 那同时是我们的心理智商师 蔡惠芳 智商师惠芳你好 你好小鱼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年轻的时候 我真的还学不会什么跟自己作伴 因为我们就会觉得年轻人就是要有朋友 真的 然后要有家人 要很多人 要有同学人 而且要热热闹闹的 对 就会觉得一个人好可怜喔 你看那个人自己坐在那里吃饭 没有朋友的感觉 就觉得很可怜有没有 对因为年轻的时候 我们是以同侪互动为主嘛 对 然后要疯大家一起疯 然后要玩要读书要干嘛 都是大家一起这样子 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突然之间热热闹闹的聚会结束之后 然后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有一种感觉 好寂寞喔 对那个寂寞感就整个涌上了 然后那个时候也许就会觉得说好 我再来约下一滩 对很多人会这样想就是觉得哎呦现在我落单了好可怜喔 我不喜欢那种自己一个人的感觉 所以我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赶快往下一个节目或者是下一个行程走的时候 似乎那个孤单那个寂寞的感觉就可以把它推走了 对 可是我觉得人走到一种境界就是年纪越大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其实一个人好棒喔 没有那么吵闹了 那表示你也不是很年轻了 惨了我应该要装一下 不过真的我就觉得年轻的自己跟现在走入迈入家庭 然后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对 就会觉得好像不需要这么多人陪 可是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我们想要自己一个人 那是因为我们太忙了 然后忙完之后我们好想要自己有机会可以休息一下下 那是叫休息 但是我觉得去享受独处不单单只是休息 享受独处是我重新回来跟自己 跟自己做一个连结 然后跟自己 然后做一个整理 然后更认识更了解 那个就是所谓的 我是谁这个部分 对 所以我是谁 这个部分呢 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被练习的 然后要练习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老师 我是不是 怎么样跟自己独处 然后不要心慌 有没有几个方向可以教大家 因为一般大家都可能会觉得说 嗯 好来我自问自答 是不是这个叫独处 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 大家会觉得说我独处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人叫做独处 我觉得独处的时候 如果能够找到跟自己作伴的方式 那个才是你真正进入到独处 然后能够所谓的享受独处的这个时间 那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滑手机的时候 那叫独处 那个时候没有 那时候你是跟手机在一起 对 你是跟你手机里面的讯息在一起 但是怎么跟自己在一起 我觉得也不是说 那我就什么都不做 我就在那里闭着眼睛 然后去想想想 对很多人认为这样 然后结果越想 想到天涯海角 然后想到最后就说 想这个 然后大家就会说想太多 对 那其实真正的独处是这样 我们如果独处的时候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从 从自己周边的事情 我们开始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了解 一个探索的一个中心 那所以我就可以靠近自己 那怎么个靠近法 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开始 为什么 因为你静下来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 你第一个会想到的大概就是 我最近遇到什么人说了什么话 然后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你如果从生活里面的事情 开始去做回想的时候 那你其实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时候我的感觉 那个时候我说了什么话 那时候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对 然后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跟自己做一个整理了 那老师像说我习惯睡前 就是说都会想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 我没有漏掉什么事情 对 然后呢 这个过程当中我跟谁讲了什么话 然后我跟他互动如何 我讲的话得不得体 或者对不对 对 我都会去睡前想这个 这样好吗 这样子也不错 这样也可以 但是 所以有些人他睡前的时候会写写日记 那个就是一些整理 对 但是有些人他越想越想越想 我今天讲错话 我今天讲错话 结果他讲到最后反而睡不着了 就会很生气某件事情 真的就会睡不着 对 所以我们说 你跟自己独处的时候 这样子是在做一个整理 既然是在做一个整理 它其实是有一些方向的 对 对 那也不是说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就一直去钻牛角尖 那这可能跟钻牛角尖也不太一样 对 我们是去了解自己 而不是在一件事情上面去钻那个牛角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当中 就是有点不一样 我们是要让自己更好 然后当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时候 我们可以靠近自己 然后我们可以懂 所以懂了之后 我下一次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我就懂我自己 为什么我会这么的生气 为什么我会这么的难过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子 那就是一个整理的经验 对 你会发现 我这一条路走过去的时候 第一次走 我会走错路 会迷路 当我走第二次 走第三次的时候 我就发现怎么样 我不会迷路了 我甚至知道 我从这里到那里 我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我叫做什么 胸有成竹 那有些人 他可能困在一个情感 或者是困在一个事件当中 久久没有办法拉出来的时候 那有没有可能也透过这样子一个练习 然后去靠近自己 那更多的时候是什么 自己很慌乱的时候 对 因为慌乱的时候 往往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方向 然后觉得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对 然后好像也有一种感觉 那个感觉就是 我到底就是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对 很挫折 很挫折 所以那个时候 你要怎么把自己安定下来 对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说 我在生活里面 我其实是可以去靠近自己 那除了生活里面 我可以从我自己身边的一些事物 我刚刚说主持人的小月儿的这个围巾很美 对 那这个围巾它可能是你某一次出去玩的时候 某一次逛街的时候 或者是它有可能是一个礼物 那从这边我就可以从我的生活事物 牵连到我的 比如说人际关系 我跟某一个朋友出去 或者是曾经 这个围巾 那我每一次去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 我都喜欢带着它 因为它就是让我有美好的回忆 对 所以我们可以从回忆当中跟自己靠近 对 从生活的事物 从回忆当中 然后从我跟某一个朋友的交往过程当中 你一定有很多朋友 就人际关系 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些朋友你认识了三五年 你其实已经忘了你们当初是怎么开始认识的 我一下子认识这么多朋友 可是有些朋友可以深交 对 有些朋友走着走着 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慢慢的消失了 对 就分开了 那那些可以留下来的朋友 他在你生命里面的重要时刻 一定也有出现过 对 那那个出现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你才发现 我们常常在讲说 感谢我身边的人 像金马奖每次就是颁奖典礼 一定有太多太多的感谢 感谢太多了 对 但是有没有发现 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因为是这些人 所以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自己 而当我们孤单的时候 有时候是因为觉得身边都没有人 对 对 然后那个空虚的 那个寂寞感 那我感觉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说 那我到底我重要吗 我感觉好像我不被在乎或者什么 对 可是当你回想你身边有一些 跟你相处有一段时间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的时候 你才发现 其实在我很多的时刻里面 他们是在我旁边的 对 那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去整理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讲了就有几个方向了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是有些人就说 但是我就是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我就被一件事情包住了 会啊 很多人都会被这个情感还有情绪 对 比如说年轻人分手失恋 对 对 怎么办 或者是说家人 明明你很想跟家人住 但是因为可能工作 因为某些原因 我们就是自己独住 是 独处 那怎么办 对啊 那很多人 尤其心情很低落很挫折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过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脑子里面只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心情不好 对 然后我不会再去想什么 我还要再去想想 我身边那个可爱的小东西啊 不会 我以前完全没有心思 就很灰色了 对 很灰色这样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有一种自愈的能力 自己疗愈自己的能力 就是你会去想 我就不相信 我今天被抛弃了 但是我怎么样 我有一天一定要过得比他幸福 哦 对耶 对 其实人好像是在挫折难过 后来就会变成说发愤突强 说我一定要过得比别人幸福 对 不管你明天开始 你可不可以像这样子这么的告诉自己 但我相信在譬如说你考试考不好的时候 你一定也会告诉我 告诉自己说 我相信 对 我接下来的日子 我在努力 我一定有机会怎么样 把成绩弄好 对 曾经在那么一刹那之间 你会有这样子一个想法去看见 那我常常在讲说 其实我们跟自己作伴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用一点点想像 想像更好的自己 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 当我身边都没有人的时候 当我身边也没有一个 就是鼓励我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不是就没救了吗 想像更好的自己 老师的意思是说有目标的吗 嗯 对 就是当然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你失恋的时候 你会想像说 我下一个更好 哦 当然会啊 一定会的 对不对啊 这样想着想着就觉得说 这好像也不是件坏事 对 当然心情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转换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自己去给自己一个 我们说的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方式 所以我们说想像也是一个方式啊 你会不会觉得 就像你刚刚说 有些人他就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小小一个房间 对不对 然后觉得说哇 这个每天工作这么的辛苦 但他会不会去想像 有一天几年后我存了几桶金之后 那我有自己的窝 对 甚至 好吧即便你说买自己的窝 这个理想太高了 但我可不可以去换一个 环境更好的一个地方 对 这都是一个可能 就是一个目标 那老师我觉得 就是说很多人会卡在难在难 就是难在一点 就是习惯这个问题 就是人为什么分手会非常低落难过 就是因为我习惯了有这个人作伴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从那个改变当中 就會开始害怕 为什么我现在变成一个人了 那种独处就没有办法很习惯 对 那你看当你要做一个习惯的调整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本来的样貌是什么 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很茫然 对自己是不了解的 所以他不知道我每一次都是因为一时的冲动 跟别人吵架 跟对不对 跟我的男朋友吵架 所以我们的关系 我好几段的关系都是这样子结束 类似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透过独处的方式去整理自己 那整理自己有一些面对一些习惯的时候 我才懂得我要怎么去调整 对 所以调整是不是我在独处的时候 我透过自我的整理 然后才有的这个机会 对 所以自我整理包含了在找一个东西的小物回忆也好 或者人际关系 对 然后或者是从一个事件来想象 或者是一个想象 或者是习惯的调整 目标的一个重新的看见 你会发现说 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变成什么样什么样的这个状况 然后我希望事情都能够如我所愿 可是你后来才发现说 哇 其实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容易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调整自己的期待 对 但是那个调整不是想的 一想用嘴巴说的 那个调整有时候是 你必须要静下来 重新看见你自己本来的目标 本来的想法 还有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 你自己怎么去衡量自己的能力 对 然后你周围的人事物怎么去搭配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独处的时候 也可以做的自我整理 那老师请问你在独处的时候 你会有纸笔去跟自己写个日记 或者是说规划怎么样去画出来吗 还是老师怎么做 有一些人他就会说 我就拿一张纸 然后写一件事情的正面 反面 对 所以纸笔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方式 对 但是跟自己独处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不会是 编东摸摸西摸摸的时候 会 然后你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声音 对 所以整理物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 那我们说书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另外一个部分是 当我们可以放松自己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自我的一个情绪上面的整理 放松这件事情 对 老师我听到很多人都说 放松我就 覆试呼吸 然后用什么方法 还是真的放松是怎么样做才OK 对 其实放松的练习坊间有很多的方式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透过上课的方式去寻求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结构式的课程 然后来训练自己 但是假设你只是一个想要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放松 或者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放松 那我们当然就是说最简单的一个放松 其实大概就是配合着自己的呼吸 那呼吸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 我一定要就是吸多深啊 然后或者是一定要什么呼吸 对或吐气要多深 然后不觉得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通常就是讲说 当你能够让自己维持在自然的呼吸 那什么叫做自然的呼吸 那个自然的呼吸其实就是 你试试看 让你自己在这一次的呼吸 跟上一次的呼吸 尽量是一致的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上一次好像吸得太深了 好 那我这一次回来 然后我就慢慢慢慢的 所以当你慢慢从呼吸当中 回到一个自然 你绝对不会去强迫自己 一定要吸多深 对不对 然后吸多饱 不是 你就让自己上一次的呼吸 跟这一次的呼吸 尽量是一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自己回到一个平和的点了 对 然后透过呼吸的方式 其实是最容易 就是让自己安定下来 对 那当然 旁边的这个环境 我们都会期待的就是 环境上面尽量是不要被干扰的 比如说如果旁边就是 刚好有小孩正在吵 或者是邻居正在吵架的时候 我想那个时候你要安定下来 其实是有相当的困难的 所以练习独处跟自己对话 跟自己作伴 其实是环境也很重要 就尽量是自己一个人的状态 与其这样讲来 我们应该这样讲说 如果我刻意的要寻求 就是自己去所谓的自我探索 然后自己相处的时候 我当然是特意的去塑造这样子一个空间 这样一个时段 然后好做到自我的陪伴 但是我们刚刚也有讲到 有时候我们叫做被动式的独处 被动式的 所谓被动式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聚会完之后突然觉得我一个人 我好落寞的时候 那我怎么样透过旁边的这一些 来陪伴我自己 对 那所以如果我们是主动的去寻求 一个独处的时间来做自我的陪伴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就会期待说 我们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空间 都能够尽量的 是让我们能够专注在自己上面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可以跟我们的惠芳老师 学习到独处 因为独处真的不可怕 很多人都会很紧张心慌 觉得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 好像全世界大家都不要我 其实独处是跟自己要作伴 学习跟自己来互相的调整自己也好 从人际关系来想象 或者是寻找目标等等 都是可以练习的喔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蔡老师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收看 然后呢也谢谢帅哥美女工作伙伴们 我们下次见喔 拜拜 不管你是上班族 或者是你是家庭主妇 要带便当给老公小孩 那你会很烦恼说 到底要去哪里找一个便当盒 又有针 炖 煮 今天Kelly就要带来这么棒的东西 首先它的外型很漂亮 你带出去我也觉得丑丑的 我觉得它很好 好处就是如果你食量比较小 你可以只用一个带去公司 我就是食量脸大的人 所以我就一定用两层 其实两层比较丰富啦 然后呢它底部因为它是不锈钢 它也很耐针 这个是304不锈钢 除了内针又很安全 这是符合我们的食品规格 它其实很轻巧 像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 中午蒸便当 我觉得很困扰就是 你要不然就是微波 微波你会发现容易干 你用蒸的其实味道很好 那你蒸便当都是一个电锅在那边 可是如果你办公室人多 像以前我办公室人几百个人 那要抢那个电锅 我其实要排队 所以我必须每天跟实验赛好 但是我看到这一个我觉得很棒 你工作忙也好 不忙也好 反正你只要很悠闲的 把插头一拿出来 插头一一插 你插过它上去之后呢 你要放入水 看你的食物来定 不只是蒸便当的功能 生的我可以把它变成煮熟 所以它就是生米也可以煮成熟饭 比如说像花椰菜 不是用前一天的啦 它用蒸的就有效果了 其实我这样看真的蛮简单的耶 应该每个朋友都会 甚至这个给小孩带便当 好像也不错喔 加水下去 然后把你的饭 或者是生的菜放下去 开关按下去 5分钟到就热了 一般花椰菜我用水再烫 也大概5分钟 对花椰菜也熟了 要热一点10分钟 好像不难耶 然后我觉得这样 在上面撒一些 一点点盐巴 对 很清淡的话 会这样比较健康 很方便 因为外面的食物很油腻 你这样做的话 其实可以避免一些高血压 有一些油腻型 对 这问题 大家如果家里面 有这一款便当合的话 我相信 绝对可以帮老公和小孩 孙子孙女 带便当 嗯